现在有读经的时间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 罗马书五章一至五节 神的话语是这样 第一节 我们既恩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他恩信得 进入现在所斩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至度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慧 因为所斥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晓冠在我们心里 圣经一至独不冤 祝福我们当中去听神话语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以下有讯息的时间 我们今天有黄牧师为我们证道 他的题目是 支持领袖十共患难 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各位大兄姊妹早晨 感恩再次能够在 在大家当中一同看神的说话 一同学习 那你会见到 今天我的主题 又或者 你会见到一个标题 是支持领袖 去到第十课 或者第十次 共患难 如果大家是 今天才是第一次来的 可能 未必了解 究竟这个系列 说过什么 很简单 让大家看一看 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说支持领袖 所以我提到我们说要为他们讨告 要关心他们 要鼓励他们 要提醒 也要分担他们的工作 这些都是大家 很容易明白的 很容易理解的 同时我也强调 当我们说支持领袖 这个不是单方向的 其实我们是互相去支持 我们的领袖 不是坐在那儿 等着大家去支持 不是坐在那儿 只是需要大家的鼓励 其实我们的领袖 和大家是互相去 一起建立我们的教会 一起互相建立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我说之前领袖 其实是整个领袖 和会众是互相帮助 所以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到十月了 你会看到上个月的 我就强调 是齐感恩 不是单单 心目中 只是领袖去感恩 是一起的 除了一起感恩之后 到今个月 大家也记得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共患难 也是一起的 不要分彼此的 是一起的 接着第十二个月是什么呢 当然大家暂时未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是同的 同众是什么呢 到十二月又跟大家去分享 可能有些 大英姊妹已经估计到七七八八了 说到共患难 坦白这么说 我们去教会 寻求的是什么 寻求爱 关心 互相帮助 神的教导 祝福 我想在座没有谁会说我去教会寻求患难 对吗 很少人说我去教会我想寻患难 这个不是一般人会想的东西 也不是一般人想得到的东西 但很奇怪 过去的几十年我信主也去了不同的教会 当中去过两个教会 一个教会就是刚刚分裂 整个教会没有了一半人 一个不开心的环境去分裂 另一次也去了一个教会 刚刚就经历了丑闻 丑闻丑闻丑到什么呢 要上报纸那些 大家可以想象是有什么环境 但今天当我和大家说这个共患难 首先我安抚大家 不是这个教会有什么患难 不是这个教会 刚刚有什么分裂 也不是这个教会有什么丑闻 不是那个原因 但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去想 因为患难是很真实的 无论是个人 无论是群体 无论是教会 无论是国家 患难的而且确是每一天都发生的 有时大到很大很大 很辛苦 如果当教会有患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目中正是推给领袖 你搞定它 我就在这里隔岸观火 一方面这个态度不好 另一方面你要想想想我们的领袖 怎么能一个人或者一只小撮人去承担教会的患难 或者教会的挑战 或者一些个人的难关 是很困难的 甚至乎如果不是隔岸观战的 还有一个更加差一点的 还在心里面看看 看看你怎么死 看看你怎么爆煲 当然这些不应该会常常发生 但怎么也好 在患难面前 任何人 任何的机构教会 只能够一小撮人去面对的 是很难很难度过那个难关 所以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 首先 没错患难是真实的 患难是困难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 当我们能够一起的时候 可能能够概括这个患难 可以一起面对这个患难 今天的经文 陈大卿读了一节五节 但很多时候大家一听到患难的 可能第一句在心里面找到的 或者想到的 是第三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如果未信主的人 我也曾经做过未信主的人 当人一说这句话 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 傻的你们基督徒 患难里面欢欢喜喜 那就不想听下去了 当然我们认识主的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看圣经 况且在圣经里面 第三节一开始就说 不但如此 就是说不单止是这样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 一有患难 我们就要欢欢喜喜了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经文 或者起码这个第五章 刚才陈提卿带领我来读一读的 一字二节 在一字二节 大家会看到保罗写说 我们既恩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我们又借着他恩信得进入现在所暂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保罗写这本书信 罗马书 其实保罗未亲身去过这个地方 亦都未直接建立任何的教会 而且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他说是他自己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他的书信 有时候你会看到 他可能会和提摩泰一起作那个书信 可能会和西拉 或者其他的仕途 或者门徒 或者大兄姐妹 比如说高临多前书 他和所提利 提摩泰 他和他一起写高临多后书 西拉就和他 和提摩泰一起写 贴萨罗尼加前书 前后书 换句话说 他当他说我们不是说他 和他写信那帮人 他当他说我们 就是说保罗 和当地的弟兄姐妹 即使他未正式去过那个地方 未见过那个地方 未建立这个教会 不是由他自己亲身建立他的教会 但是神感动保罗 写在这些书信的时候 他是不分开自己 说我 你 就算我 和你未见过 在他心目中 都是神的角度的指纹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面对任何的挑战 我们都不要单单说 这些是他们的事 不关我事 是教会的事 不关我事 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天国观 我们所有人 都是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里面 当然有各式各种的人 当然不是在说种族 当时罗马的教会 可能有不同背景的人 很明显 当然有犹太人 有外邦人 外邦人当中也有各种的人 但我甚至乎 我们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 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不同信主时期的人 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 但是我们都是一个 神宝贵建立的群体 不应该分给此 而是一起这样 去欢欢喜喜 干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人 在这段里面 所有人都一起这样 是恩信称义 是所有认识主的人 不论你认识多久 不论你来自多久 来自哪里 都是与神将往 不论你有什么恩赐 我们所有人都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都一起 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 以这道恩信称义与神相和在恩典中 盼望神的荣耀 这段经文也提醒 我们不是信某个人 不是信某个机构 是信什么 恩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同一个信念 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能够称义 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真信耶稣基督 得着宝贵神子女的名分 也因为藉着耶稣基督 我们是与神磨好 我们再不是神的敌人 因为藉着耶稣基督 宝贵的恩典 逝去我们的罪 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神的朋友 不分离我 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 而且也都因为 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每一天都在神的恩典里面 所以最后 盼望神的恩典 我们欢欢喜喜 圣经没有佳句 我自己加了一点 我们相信都是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 我们一起欢欢喜喜地盼望 神的荣耀 神的到来 所以这个群体 简单地说 我们这个群体 因为有主耶稣在我们当中 不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 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文化 不是因为单单我们所有人都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连合我们一起 因为有耶稣基督 但刚才我说过 在这个当中 除了耶稣之外 的而且这个真实的 是有困难有患难 有个人的 有群体的 但是在这个群体里面 当我们面对患难 我们不是分离 我们要一起这样面对 而且更加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更大 我们一起这样仰望耶稣基督 一起相信我们的神 无论患难有多大都好 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能够面对 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资源能够面对 不是因为我们够人数多可以面对 不是因为我们的领袖特别厉害可以面对 而是因为最大的 我们最看重的 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我们说共患难 共患难 一切都因为这个重要的基石 重要的基础 我们能够共患难 因为有恩主在我们当中 无论我们面对的困难 可能是一些好的困难 一些好丑物的困难 一些长远的困难 一些短期的困难 一些容易面对的难关 一些非常难处理的难关 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经验来面对 一切都因为耶稣基督 我们一定倚靠耶稣基督 如果真的教会有一天是犯错的 我们不是互相指责 而是我们同领袖一起 在神的面前凝聚 在神的面前求怜悯 在神的面前去学习 在神的面前思考 究竟我们犯了错的原因 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靠着神的恩典、怜悯、爱 去度过、走过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各种的困难 或者是挑战 我们一起和领袖 去回耶稣基督基督 相信祂的应许 相信祂的大能 相信圣灵的帮助 相信神带给我们各种的弟兄姊妹 他们各种的恩赐和能力 同心面对 以不所书 有一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耶稣基督就是防割石 我们可以用这个观念 面对困难 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神 不是我们的能力 不是我们的经验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再看回刚才 令人觉得是笑病的一句话 不但如此 就是在困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所以我们基督徒 面对困难所谓的欢欢喜喜 我们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享受困难 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困难 我们是不想有 我们不是因为有那么奇怪的经历 或者奇怪的要求 神带给困难我们 我们不是怪的人 这份欢喜不是因为我们喜欢 不是因为我们享受 我们能够面对困难 所够出来的欢欢喜喜 一切的原因 不会离开这个基础 坦白说今天经过了 可能二十几三十分钟的讯息 大家可能很多东西都不记得的 很正常的 起码这句话 所以我会放在每个章节里面 接着我们能够共患难 因为是有恩主在我们当中 因为这样我们再次看这句经文 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患难生忍耐 究竟是什么是患难呢 相信很多人可能听过这里都明白 因为这个字患难一定会想一下 患难是什么呢 如果在原文的或者本身 这个希腊文的解释的 患难这个字 字面或者本身的字意的 就是说压榨一些橄榄 以取得橄榄油 葡萄汁葡萄酒 就是用那个字 压榨这个字 原文就是那个字 然后代表这个意思 当然的意思就是代表一些迫巴 一些苦难 一些可能是痛苦的困境 提到压榨 我坦白地说 我没见过人 怎么压葡萄汁 葡萄油 葡萄汁葡萄酒 或者橄榄油 但是我们香港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喝过竹蟀汁 竹蟀水 现在还有的 有的意思不是超级市场买 我住在Hwy 7 真的有一间几十年了 真的说新鲜的竹蟀汁 真的在我面前炸的 压的 我看到一次又一次 拿去压的两个滚筒 一次又一次 我特意带我女儿去看 让她知道那杯汁 不要打算超市场买回来 就自动有杯 是当事人很辛苦地 一次又一次地压出来 这个形象 不论是橄榄油和葡萄汁 可能有不同的方法 原来神 没错 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困难 不是我们求的 不是我们想的 我们不说想的 因为很享受这种 给我们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可能神是锻炼着一些我们 是不容易过的 是不容易面对的 但是神是透过这种患难 让我们去学习 所有的欢欢喜喜 因为我们知道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去成就 去造就我们一些东西 因为神看顾我们 神在我们当中 神在帮我 神看顾我 神了解我 那个欢喜因为这样 不是那个压榨本身 我们很享受 而这个压榨或者这个苦难 生忍耐 第一样东西就生了忍耐 这个忍耐不是单单坐着等 而是坚持下去 坚持地面对 如果我将这句说话 变成一幅图画 我比较是一个visualize 就是用眼看东西 我会记得多一点 我就将这句说话 摆为一个图画 教会也都好像一棵树 甚至好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进来 让福音十五章五节 我们是知子 连于耶稣基督 这幅图画里面 我说这个基础 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患难的基础 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的话 因为是有因主 而这个教会有新信的 甚至有未信的 有信了很久的 有领袖的 有学做领袖的 有以前是做过领袖的 就在这个教会里面 这个教会 一样可以结果子 是不是 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结果子 教会都可以结果子 而这个果子 第一个果子是欢欢喜喜 刚才提到欢欢喜喜 但是这个果子的欢欢喜喜 如果大家想 因为在患难当中 是有血有泪 有眼泪的 到过这个难关 或者面对这个难关 是一点一滴地流泪面对 为了什么 为了是荣耀神 为了让神得荣耀 刚才我提到 我去过其中一个教会 分裂 分裂些什么呢 当然不是一些教学 信仰上的问题 只是直课 买与不买 买A还是买B 买的过程 如何去谈谈 诸如此类 整个过程 整件事情 其实是没错的 只不过 如何作出一个决定 就是因为这样 咬下咬下 咬到一个地步 拜拜 很可惜 很可惜 离开的人流泪 留下的人都流泪 当然 这个欢欢气 不会立即来 但是 无论是离开 留下的人都要面对这个情景 坚持下去 当然留下的人一定更加坚持 一定要面对这个困境 为什么是困境 大家可以想象 签了约之后 一半人不见了 你会发生成 情况你如何面对 一定要忍 这个忍不是就这样坐在那里 这个忍的过程里面 也不是说 为了钱 所以出去赚钱 不是 这个忍坚持下去 是什么呢 坚持什么呢 一定要坚强坚定地回应大使命 没有离开大使命 没有离开 我们要为主作供 为主传福音 为主建立门徒 为主建立生命 对自己的信仰 对圣经的信仰 不要放弃 这份坚持 神慢慢 不是立刻 慢慢就帮这个教会 很慢 几十年都未还清 我们感恩这个教会 我听到 教会的历史几年就还清了一些债务 对不对 那个教会几十年了 都未还清 但是他们不会说因为这样 放弃 仍然流泪 因为那个灵里面 那份伤痛 需要神的医治 是很困难 但是以致一切的东西都因为他们 知道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 他们所做的 焦重 或者注重这个大使命 坚持下去 神怎么帮他们呢 可能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术语 派一些大水喉 是不是 未必的 在神的奇妙安排 没有了一半人 教会怎么用到这么多地方 又间不中 间不中 有些人来租一下 半年 一年 就是用一种说法 吴淑宁的说法 叫做吊盐水 但是仅仅可以过到那一关 仅仅未收到银行信 又过了一年 又过了一年 神的供应很奇妙 正如我所说 到今天都在继续还 所以这个苦难 的而且充满了挑战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很熟 我小时候读过这句 我不知道今天 现在香港还没有教这句的经文 不是经文 就是古语 是孟子所说的 看看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读错了 大家纽证我 故天将降大任于 是仁也 是仁也 为什么特意强调呢 原来孟子原本是写了是 正是的是 后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是诗仁也 即是理诗的诗 必先苦其心智 怒其勒 恶其体肤 空佛其身 忽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引性 增益其所不能 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 这个人是要被锻炼的 借着各种的考验 我们越来越强 越来越能够面对困难 但是中国人这个观念 不是错 是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想不到 谁是被这些困难 他没有说这个当中 整句没有说开心 孟子没有说开心 没有说欢欢喜 他说了一个事实 是老其勒不 恶其体肤 希望将来可以成事 没有说欢欢喜喜 但是我们基督教 我们基督的信仰 天国观 我们有这份欢欢喜喜 因为有耶稣基督 带领和支持我们 在过程中经历到 神的爱 神的真实 经历到神 带领我们一起面对 互相扶持 互相握住手过 经过这个难关 孟子的智慧 很高的了 当然不及神高 因为他没有神 有神就更高 有神有更多的福分 接着这个忍耐 就会生老念 老念就生盘望 这个老念是什么呢 中文我们都听过 老念代表是不是一个人 更加老了 当然不是 狡猾了 更加不是 这个老念本身的字 其实英文或者语文 character 这个英文的翻译 但是本身的意思 就是一个证明 如果正式可以翻译 忍耐生证明 证明是很难明白的 证明什么呢 他说这个证明 比如说金属经过提炼之后 毫无杂质 有些人可能大家都听过了 有些年金屎 他怎么知道那块金 够纯正了 那块银够纯直了 他不停地烧 烧到哪个程度 他觉得纯正了 就开始见到自己的样子 开始没有所杂质 开始见到那个年金屎的样子 神可能就是这样锻炼我们 见到哪个样子 耶稣基督的样子 在我们生命里 一点一滴地显露了 耶稣基督的样式 所以的预备 或者预意就是 人经过神的试炼 所产生一种纯结 美好 坚强 成熟的特质 因为这样我们更加是盼望 在神里面有盼望 因为我们有神 我们可以倚靠神 如果又用回这个图画来表达 除了又欢欢喜喜 这个果子有忍耐之外 我们有一份老年 一份老年 显出神的样式 靠着一段年出来的品格 刚才我分享 另一间的教会去到 是有这个丑闻 我不想说哪间教会 我也不想说那些丑闻 上报纸的大家都知道 哪几类的了 不是里面吵架那些 上报纸的当然是 要找警察来抓那些 这间教会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不单是有些人会走 但是他们领袖有时 他说当我一介绍我们教会 外面的人一听 我认识你教会 那些人越来越开心 知道我们教会 因为上报纸那间 第一 他说初初反应的时候 立刻跌下头走开 真的觉得很羞愧 好不好意思 教会的名变为一间被人取笑的机构 上报纸 但是他们同心地一起 祈祷面对 不论是会众 不论是领袖 正如我所说 求神 怜悯 求神赦灭 想想当中 发生做错了些什么 就是经过这样的 以前事情 让他们慢慢 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不单止对神的信心 对弟兄姊妹的信心 只要再有难关的 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不会说这个又不见了 下个礼拜这个又不见了 他们就知道 再有难关 这帮曾经经历过风浪的大兄姊妹 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同心地面对 一定会携手跨过那个难关 就算外面有多少千夫所指 他们一定要站在 站在神的恩典前面 站起来 面对世界 再次努力建立这个教会 即使再过多很多年 人数是没有很大的增长 反反復服 但是他们不会放弃 这个创伤是真的 这个可以说 他说丑的名 永远到一搜寻找一下就有了 真是不好意思 一搜寻找到 他说我都没得 我都没得 删除了 这些东西 sorry 删除了 一搜寻 也因为他们有盼望 这份盼望不是盼望 他们突然从此之后 那些人不记得这些东西 不是这些 当然了 不可能 他们拍摄是问什么 信靠 藉着圣经的说话 信靠神的应许 是神的应许 神是继续 是爱回这间教会 继续 是会带领帮助这间教会 去面对挑战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学习 正如我所说 不是这间教会 现在有什么的患难 不是这间教会 有什么的丑闻 但是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 而且 我们更加有一件事 盼望不至于羞耻 盼望不等于 一定必然发生 是吗 我们有盼望 不等于那件事情 就可以立刻解决 但是不要因为 所谓盼望落空 我们觉得羞耻 觉得我们的神 好像不听我们说话了 我们觉得 不再敢跟人传福音 不再敢跟人说圣经的说话 因为我们自己 好像见不到 神的应许 在我们眼前发生着 我们不可以有这份羞耻 因为有 我们的神 的爱 晓冠在我们的心里面 保罗都说过 我不以福音为耻 不是因为他够叻够恶 因为他一直心里面 他当有羞耻的时候 他记念 也有圣灵的帮助 去晓冠他的心里面 帮助他面对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 当我们有盼望 我们可能真的未必是发生 我们不会羞耻 甚至乎 当我们信靠圣经的时候 有时今时今日 我们会提到 圣经以前前所写的说话 就是说可能圣经的说话 未必适合今时今日 不够贴地 我可以这么说 只要地上有罪 圣经的说话 是贴得地非常之紧要 因为圣经的说话 不是处理我们表面上的问题 是处理罪 只要罪仍然存在这个世界 圣经一定是贴地 只不过是我们的软弱 我们不明白 圣经的伟大 神的伟大 圣经耶稣基督 神在圣经说话里的智慧 圣经一定贴地 只要世界上有罪的话 可能我们只不过 不懂得去找到当中的原则 智慧 不能够懂得去应付我们生活上 表面的困难 所以我们更加要勤读圣经 更加谦卑在神的面前 求神光照 圣经是非常非常之贴地 所以我们面对一切的 我们记住 这个基础 除了有恩主在我们当中 神话不单只是这样 还有神的爱 晓冠在我们生命里面 果子是要成长 这个成长就因为有圣灵 知道是要它的帮助 我们才会成长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 再次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群体当中 是有困难的 有患难的 我们的主流消息都更大 另一方面我提过 我说这间教会没有的 没有什么困难的 或者没有什么患难的 没有丑闻的 但是将来会有的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任由我们的领袖 自己面对教会的困难 教会的需要 他们每一天会疲倦 每一天失去了动力 甚至乎有一天不想侍奉 那教会就慢慢散了 如果有得我们领袖 面对各种教会的需要 我们自己丢手 不做任何事 不去留意 不去求神帮助 不去求神提醒我们 怎样可以摆上的话 患难就会出现在教会 虽然我们有耶稣基督撑住 但是这棵树的果子 就算有神的晓冠 这些果子是酸酸的 因为这棵树 不是很瘦 跟泥不是很合格 跟晓冠的爱不是很合格 生下生下 很弱 生下生下 那些果子就一般的 酸酸的 所以弟兄姊妹 求神帮助 我们面对这个挑战 面对所有教会的需要 真的不要想着 有些领袖 有某些人搞定就行了 我们要放在我们心里面 特别这两天 大家如果是加拿大的 开始会看到 外面的人穿着衣服 有一个特别的标记是什么 对了 大家都看到 我特意 不是特意的 明天就是了 我们这个群体 都应该带回一朵花 虽然我用回这朵花 一方面我们加拿大人 我们要纪念 明天这个国伤纪念日 就纪念在加拿大 甚至乎世界上很多的军人 他们为了自由 去献上生命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要为他们感谢那帮人 为我们过去的努力牺牲 不妨可能由今年开始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加上 纪念了 教会曾经在教会付出过的 努力过的领袖 不单止 甚至不是我们教会 所有的教会 在昔日 很多的 从使徒开始 很多的教会的领袖 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大兄姐妹 当中是付出了很多的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纪念 要提醒我们自己 要努力去珍惜 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 可以支持他们 可以帮助他们 跟他们一起面对教会的挑战 所以看到这朵花 不单止是纪念 为国捐区的军人 可能今天开始思考 记念所有教会里面 当然这个当然不是官方 我们自己 我们也可以记念他们 离开之前 有两句的问题 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在我们个人 或者教会的患难困境 和需要当中 首先 我们要去回第一件事 在神那里 究竟神的说话 恩典和信实 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不要先想有多少银两 不要先想有多少的才能 不要先想有多少的人手 我们的神有多大 我们的神一定要大过所有的事 问问自己 神在你心目中有多大 接着来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些 在教会的困难 或者个人的困难 我们如果能够和弟兄姊妹 特别和领袖共同度过 这四个字 大家可能香港来到以前的一首歌 共同度过 对这个家有多重要 在你心目中能够 如果说你能够和弟兄姊妹 和领袖 度过所有的难关 需要甚至困境 对这个家有多重要 大家不妨去想一想 让我们低头度 天上的包护 我们做一次感谢你 让我们一起在教会相遇 我们相信这个不是偶然 这些一切都是有神的美意 但同时当我们面对人生 教会面对各种的挑战 教会要向前行 教会要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的时候 这些各种的困难 各种的包袱 神啊求你帮助 让我们一起这样去面对 不是单靠一小撮的人 不是单靠教会当中的一些领袖 而是让我们同心地去面对 而这个过程里面 也不是单靠我们自己 神啊求你帮助 我们要仰望你 倚靠你 同心地面对 神啊求你帮助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有喜乐 也可能有痛苦 可能要咬紧牙筋 可能要很多的反思 可能面对甚至乎一些人的嘲笑 但我们要坚定走下去 因为我们的主是带领我们 主我们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话 我们不会放弃你宝贵的这个属灵的家 求你带领 我们这样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们